历位纪第一章 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他要按手在樊祭生的头上 樊祭救蒙悦纳 可以为他赎罪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杀那公牛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奉上血 泼在会幕门口祭坛的四周 那人要剥去樊祭生的皮 把樊祭生切成筷子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把炭火放在祭坛上 把柴排列在火上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把肉块、河头以及脂肪 排列在祭坛炭火上的木柴上面 那人又要用水洗净内脏和腿 祭司就把这一切 全献在祭坛上焚烧 作为繁祭 就是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火祭 人的贡物若是献羊做繁祭 不论是绵羊或是山羊 总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 在祭坛的北面把羊宰杀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把羊血泼在祭坛的四周 那人要把樊祭生切成筷子 祭司就把肉块、头和脂肪 排列在祭坛炭火上的木柴上面 那人又要用水洗净内脏和腿 祭司就把这一切 全献在祭坛上焚烧 作为繁祭 就是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火祭 人若是献鸟类为繁祭 作耶和华的贡物 就要献斑鸠或除割 祭司要把鸟带到祭坛那里 扭下他的头来 焚烧在祭坛上 又把鸟血挤出来 留在祭坛的壁上 又要除掉鸟的塑囊和脏物 丢在祭坛东边倒灰的地方 然后要拿着两个翅膀 把鸟撕裂 只是不可撕断 祭司要把他放在祭坛 在炭火上的木柴上面焚烧 作为繁祭 就是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火祭 如果有人献宿祭为贡物给耶和华 他的贡物要用细面 他要浇上油 加上乳香 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 祭司就从其中取出一把浇了油的细面 连同所有的乳香 做贡物的象征 焚烧在祭坛上 这是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火祭 寄于圣的 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 至圣之物 如果你献炉里烤的物 做素祭的贡物 就要用细面调油所做的无效饼 或是抹上油的无效薄饼 你的贡物 若是用尖盘上做的物 做素祭 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 你要把它剥成碎块 浇上油 这是素祭 你若是用浅锅中煎的物 做素祭的贡物 就要用细面调油做成 你要把这些东西做好 做献给耶和华的素祭 奉给祭司 让他带到祭坛 祭司要从素祭中 举起象征的部分 焚烧在祭坛上 做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火祭 素祭余圣的 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 至圣之物 你们献给耶和华的一切素祭 都不可发酵 因为任何效与秘 你们都不可焚烧 做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你们可以把他们 献给耶和华做出熟的贡物 只是不可烧在祭坛上 做新香的祭 你献做素祭的一切贡物 都要用盐调和 在你的素祭上 不可缺少你神立约的盐 你的一切贡物 都要用盐调和献上 如果你把出熟之物 做素祭献给耶和华 就要献上轰过的新麦穗 就是碾过的新骨粒 做素祭 你要浇上油 加上乳香 这是素祭 祭司要把贡物的象征部分 就是一部分碾过的麦粒和油 连同所有的乳香 一起焚烧 做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立位祭 第三章 人的贡物 若是做平安祭 如果献的是牛 必须在耶和华面前 献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母牛 他要按手在他的贡物的头上 在会幕门口宰杀他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把血泼在祭坛的四周 他要从平安祭中 奉上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就是把遮盖内脏的脂肪 和内脏上的一切脂肪 两肾和肾上进腰旁的脂肪 和肾旁的肝叶一起取下 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 放在祭坛炭火上的木柴上面 在樊祭上焚烧 做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火祭 人若是献羊做平安祭的贡物 给耶和华 必须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或母羊 他献的贡物若是一只绵羊羔 他要把他牵到耶和华面前 按手在他的贡物的头上 在会幕门口宰杀他 亚伦的子孙要把羊血 泼在祭坛的四周 他要从平安祭中 奉上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就是把羊的脂肪 从靠近脊骨的地方 取下来的整条肥尾巴 遮盖内脏的脂肪 和在内脏上的一切脂肪 两肾和肾上近腰的脂肪 和肾旁的肝叶一起取下 祭司把这些焚烧在祭坛上 是献给耶和华做食物的伙计 人的贡物若是一只山羊 就要把羊牵到耶和华面前 按手在羊头上 然后在会幕门口宰杀他 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泼在祭坛的四周 他要从贡物中奉上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就是把遮盖内脏的脂肪和内脏上的脂肪 两肾和肾上近腰的脂肪和肾旁的肝叶 都要一起取下 祭司把这些焚烧在祭坛上 献给耶和华为食物做新香的火祭 一切脂肪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任何脂肪和血你们都不可吃 这是你们在一切住处一条世代永存的历历 历位纪第四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如果有人在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上 无意犯了罪 他必须遵行以下条例中的一样 如果受高的祭司犯了罪 使人民陷在罪里 他就要为自己所犯的罪 献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 给耶和华做赎罪祭 他要把公牛牵到耶和华面前 在会幕门口按守在公牛头上 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宰杀那公牛 受高的祭司要取一些公牛的血 带到会幕那里 祭司要把指头站在鞋里 在耶和华面前向着圣索的慢子 弹血七次 然后祭司要用血抹会幕里 耶和华面前的香坛的四角 至于其余的牛血 都要倒在会幕门口的 樊祭坛角那里 他要取出赎罪祭的公牛 所有的脂肪 就是遮盖内脏的脂肪 和内脏上的一气脂肪 两肾和肾上进腰的脂肪 和肾旁的肝叶 都一起取下来 正如从平安祭的公牛 取出来的一样 祭司要把这些焚烧在樊祭坛上 至于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 连头、带腿 以及内脏和粪 就是枕头公牛 要搬到银外洁净的地方 到坛灰的地方 放在柴上用火焚烧 就在到坛灰的地方焚烧 如果以色列全体会众无意犯罪 是隐而未宪 会众看不出来的 但他们行了一件耶和华 吩咐不可行的事 他们就有罪 当发觉他们犯了罪的时候 会众就要献一头公牛做赎罪计 把它牵到会幕前面 会众的长老要在耶和华面前 按守在公牛的头上 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宰杀那公牛 受高的祭司要把公牛的一些血 带到会幕那里 祭司要把指头 站在鞋里 在耶和华面前向着曼子 弹血七次 然后用血抹会幕里 耶和华面前的弹角 至于其余的牛血 都要倒在会幕门口的 梵祭坛角那里 他要取出公牛所有的脂肪 焚烧在祭坛上 处理这公牛与处理大祭司的赎罪计公牛一样 要按同一条例执行 祭司为他们赎了罪 他们就蒙赦免 他要把这公牛搬到营外焚烧 好像焚烧前一头公牛一样 这是会众的赎罪计 如果领袖无意犯了罪 行了一件耶和华他的神 吩咐不可行的事 他就有罪 他一发觉犯了罪 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 公山羊羔做贡物 要按手在山羊的头上 然后再宰凡祭生的地方 在耶和华面前宰杀他 这是赎罪计 祭司要用指头 取赎罪计生的一些血 抹凡祭坛的四角 其余的血要倒在凡祭坛角那里 供养所有的脂肪 都要焚烧在祭坛上 好像平安祭的脂肪一样 祭司为他赎了罪 他就蒙赦免 如果那地的居民中 有人无意犯了罪 行了一件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 他就有罪 他一发觉犯了罪 就要为自己所犯的罪 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身羊 做贡物 他要按手在赎罪计生的头上 然后再宰凡计生的地方 宰杀赎罪计生 祭司要用指头取一些羊血 抹凡祭坛的四角 其余的血都要倒在祭坛角那里 母身羊所有的脂肪都要取出来 好像取出平安计生的脂肪一样 然后祭司要把这些焚烧在祭坛上 献给耶和华做新香的祭 祭司为他赎了罪 他就蒙赦免 如果人献一只绵羊羔 做赎罪计的贡物 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 他要按手在赎罪计生的头上 然后再宰凡计生的地方宰杀他 作为赎罪计 祭司要用指头取一些赎罪计生的血 抹凡祭坛的四角 其余的羊血都要倒在祭坛角那里 羊所有的脂肪都要取出来 好像取出平安计绵羊羔的脂肪一样 祭司要把这些放在祭坛 耶和华的火计上面焚烧 祭司为他所犯的罪行赎罪 他就蒙赦免 立位纪第五章 如果有人犯罪 他听见发誓的声音 他本是证人 却不肯把看见或知道的说出来 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责 或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 无论是不洁净野兽的尸体 或是不洁净牲畜的尸体 或是不洁净昆虫的尸体 当时并不留意 他因为成了不洁净 就有罪了 他没有留意玷污了什么污秽 他一知道就有罪了 或有人嘴唇轻率发誓 无论是出于恶意 或是出于好意 他没有留意 起了什么事 他一知道就有罪了 如果他在任何一件事上犯了罪 就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他要为所犯的罪 把赎千计带到耶和华面前当作赎罪计 就是羊群中的母羊 或绵羊羔或山羊 祭司就为他的罪行赎罪 他的经济能力 若是不够献一只羊 他就要为所犯的罪 带两只斑鸠或两只除鸽 到耶和华面前做赎千计 一只做赎罪计 一只做凡计 他要把他们带到祭司那里 祭司就要先献上作为赎罪计的一只 把鸟的头从颈向上扭断 只是不可撕断 然后他要把赎罪计生的一些血 弹在祭坛旁边 其余的血要在祭坛角那里挤出来 这是赎罪计 第二只作为凡计的鸟 要按照凡计的规则献上 祭司为他的罪行赎罪 他就蒙赦免 他的经济能力 若是不够献两只斑鸠或两只除鸽 就要为所犯的罪 带来一公斤的细面 做赎罪计的贡物 贡物不可浇上油 也不可加上乳香 因为这是赎罪计 他要把贡物带到祭司那里 祭司从其中取出一把 作为象征 放在祭坛耶和华的火计上面焚烧 这是赎罪计 祭司为他所犯的任何一样罪赎罪 他就蒙赦免 其余的计物要归给祭司 好像塑祭一样 耶和华对摩西说 如果有人在耶和华的圣物上不忠实 无意犯了罪 他就要依照你按着圣索 衡量银子标准所沽的银价 把他的赎签祭生 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牵到耶和华面前做赎签祭 他要补偿他在圣物上所亏欠的 令家五分之一交给祭司 祭司要用赎签祭的公棉羊 为他赎罪 他就蒙赦免 如果有人犯了罪 行了一件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 他虽然不清楚 仍是有罪 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责 他要依照你的估价 从羊群中 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牵来 给祭司做赎签祭 祭司为他赎罪 那不清楚的无心之师 就蒙赦免 这是赎签祭 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罪 历位记第六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如果有人犯罪 对耶和华不忠实 在人寄存给他的物上或抵押品上欺骗自己的同伴 或是抢夺 或是欺压自己的同胞 或是失去人遗失的东西 却欺骗人 起假事 行了任何一件人常犯的罪 他犯了罪 有了罪 就应归还他所抢夺的 或是欺压得来的 或是别人寄存在他那里的 或是他失去的失误 或是他因其假事所得的任何东西 在陪过的时候 他除了按元术偿还外 必须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交给原主 还要照着你的估价 把赎签祭生 就是从羊群中取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签到耶和华面前 给祭司做赎签祭 祭司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所行的任何一件过失赎罪 他就蒙赦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樊祭的律例是这样 樊祭要放在祭坛的柴上 通宵达旦 祭坛上的火 必须一直烧着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外袍 又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 他要把祭坛上樊祭烧成的灰 收起来 放在祭坛旁边 然后脱去这些衣服 穿上别的衣服 把灰拿出银外洁净的地方 祭坛上的火 应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每天早晨 祭司要在上面烧柴 把繁祭排列在坛上 又在上面焚烧平安祭的脂肪 火必须不断在祭坛上烧着 不可熄灭 宿祭的律例是这样 亚伦的子孙 要在耶和华面前的祭坛前献宿祭 从其中取出一把做宿祭的细面 油和在宿祭上所有的乳香 焚烧在祭坛上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祭 做贡物的象征 亚伦和他的子孙 要吃剩余的祭物 在圣洁的地方做无效饼吃 他们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烤饼的时候不可加效 这是我从献给我的火祭中 赐给他们的份 是至圣的 与赎罪祭和赎千祭一样 亚伦的子孙中的南丁 都要从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 吃这些祭物 这是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 人接触过这些祭物 必成为圣 耶和华对摩西说 亚伦和他的子孙 在寿高的日子 要献给耶和华的贡物 就是一公斤的细面 做长线的宿祭 早晨献一半 晚上献一半 你要把这些细面 在尖盘上用油调和做饼 烘好了 你就拿进来 将剥成碎块的宿祭献上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祭 亚伦的子孙 继承他做受高力的祭司的 都要献这宿祭 把它完全焚烧 献给耶和华做永远的律例 凡是祭司献的宿祭 都要完全焚烧 不可以吃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 赎罪祭的律例是这样 赎罪祭生 应在宰杀凡祭生的地方 在耶和华面前宰杀 这是至圣的 献这赎罪祭的祭司 要吃这祭生 在会幕院子里的圣洁地方吃 接触过这祭肉的 必成为圣 沾了祭生的血 必须清理 血溅在衣服上 应该在圣洁的地方洗净 主祭物的瓦器 却要打碎 如果主祭物的是铜器 只需用水冲洗 祭司家中的男丁 都可以吃祭肉 这是至圣的 但是任何赎罪祭 如果他的血 带进了会幕 在圣所内进行赎罪 祭肉就不可吃 必须用火烧尽 立位祭第七章 赎千祭的律例是这样 这祭是至圣的 人在什么地方宰杀 凡祭生 就要在那里宰杀赎千祭生 他的血要泼在祭坛的四周 祭司要把祭生的一切脂肪 都献上 就是肥尾巴和遮盖内脏的脂肪 以及两个肾 肾上近腰旁的脂肪 和肾旁的肝叶 一起取下 然后把这些焚烧在祭坛上 做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这是赎千祭 祭司家中的男丁 都可以吃祭生的肉 要在圣洁的地方吃 这是至圣的 赎罪祭怎样 赎千祭也怎样 两个祭的利利相同 祭物要归主持赎罪的祭司 祭司替人献凡祭 祭生的皮要归献凡祭的祭司 一切在炉里烤的 或在浅锅里 或在尖盘上做的素祭 都要归给那献祭的祭司 一切用油调和 或是干的素祭 都要归给亚伦所有的子孙 大家均分 献给耶和华的平安祭的 利利是这样 人若是为感恩献祭 就要用调油的无效饼 和抹了油的无效薄饼 以及用油调和了细面 做的饼 与感恩祭一同献上 他要把他的贡物 连同有效的饼 跟那为感恩而献的平安祭 一起献上 他要从各物中取出一个饼 作为举祭 献给耶和华 归给那泼平安祭生之血的祭司 为感恩而献的平安祭的肉 只能在献祭那日吃 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 他献的贡物 若是还愿祭或是甘心祭 献祭那日可以吃 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还剩下的祭肉 到了第三天 就要用火烧掉 如果在第三天吃平安祭的肉 必不蒙悦那 他献上的也不再算为祭 因为祭肉已经成为不洁 吃这肉的人 必担当自己的罪责 祭肉若是接触了任何不洁 就不可以吃 要用火烧掉 洁净的人才可以吃祭肉 身上不洁净的人 吃了献与耶和华的平安祭的祭肉 那人必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 人若是摸了任何不洁 或是人的污秽 或是牲畜的污秽 或是任何不洁净的可赠之物 然后吃献给耶和华的平安祭的肉 那人必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所有公牛、绵羊或是山羊的脂肪 你们都不可吃 自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动物的脂肪 可以做别的用途 只是你们绝不可吃 因为无论何人 吃了献给耶和华为伙计的牲畜的脂肪 那吃的人就必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 在你们的一切住处 任何血 无论是飞鸟或是牲畜的 你们都不可吃 无论谁吃了什么血 那人必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的 必须从他的平安祭中取出奉给耶和华的贡物 亲手把献给耶和华的伙计带来 就是把脂肪连胸带来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作为摇祭 祭司要把脂肪焚烧在祭坛上 胸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你们要从平安祭生中 拿右后腿来做举祭 奉给祭司 亚伦的子孙中 谁献平安祭生的血和脂肪 右后腿就归给他是他的份 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 取出了这摇祭的胸和举祭的后腿 给亚伦祭司和他的子孙 成为以色列人中永远的律弟 这是亚伦和他子孙 从奉献他们做耶和华的祭司那日开始 受高丽应得的份 就是耶和华高丽他们的时候 命令以色列人给他们的 这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律弟 以上关于凡祭、肃祭、赎罪祭、赎千祭 承受圣职祭和平安祭的律弟 都是耶和华在西奈山吩咐摩西的 就是他在西奈的旷野 吩咐以色列人把他们的贡物 献给耶和华的时候所说的 历位纪第八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把亚伦和他的儿子 连同圣衣、膏油、赎罪祭的一头公牛 两只公民羊 一栏无效饼都带来 又要召集全体会众到会幕门口那里 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命令他的去行 会众就聚集到会幕门口那里 摩西对会众说 这是耶和华吩咐我做的事 摩西领亚伦和他的儿子来 用水给他们洗身 然后给亚伦穿上内袍 束上腰带 穿上外袍 又加上乙福德 用巧公织成的乙福德袋子束上 把乙福德系在他身上 又给他配上胸牌 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里面 把礼罐带在他头上 在礼罐前面 安上金牌 就是圣罐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摩西取膏油 抹了帐木和其中所有的东西 使他们分别为圣 有七次谈膏油在祭坛上 高抹祭坛和祭坛的一切器皿 以及洗浊盆和盆座 使他们分别为圣 然后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 高利他 使他分别为圣 摩西把亚伦的儿子带来 给他们穿上内袍 束上腰带 包上裹头巾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他把赎罪祭的公牛迁来 亚伦和他的儿子 按守在赎罪祭的公牛的头上 摩西就宰杀公牛 取了血 用指头抹祭坛四角的周围 洁净祭坛 其余的血倒在祭坛角那里 使祭坛成圣 为坛赎罪 摩西取出内脏上所有的脂肪 肾旁的肝液 两个肾和肾上的脂肪 焚烧在祭坛上 至于那公牛 他的皮 肉和粪 都要在营外 用火烧掉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摩西把凡祭的公民羊牵来 亚伦和他的儿子 按守在公民羊的头上 摩西就宰杀公民羊 把血泼在祭坛的四周 摩西把公民羊切成筷子以后 就把头、肉块和脂肪都焚烧了 又用水洗净了内脏和腿之后 摩西就把整个公民羊焚烧在祭坛上 这是凡祭 是献给耶和华新香的伙计 都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他又把第二只公民羊牵来 就是承受圣旨所献的公民羊 亚伦和他的儿子按守在公民羊的头上 摩西宰杀了羊 取了一些羊血 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 又把亚伦的儿子带来 摩西也把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 其余的血则泼在祭坛的四周 然后他取出脂肪、肥尾巴、内脏上所有的脂肪 肾旁的肝叶、两个肾 肾上的脂肪和右后腿 又从在耶和华面前的无效饼篮子里 取出一个无效饼、一个油饼和一个薄饼 都放在脂肪和右后腿上 他把这一切都放在亚伦手上和他儿子手上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 然后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接过来 焚烧在祭坛的梵祭上 这些是承受圣植祭 是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火祭 摩西取了祭生的胸 在耶和华面前把他摇一摇作摇祭 这是承受圣植祭的功名扬中 归给摩西的份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摩西拿了一些钢油和祭坛上的血 谈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 以及他儿子和他们的衣服上 这样就使亚伦和他的衣服 他的儿子和他们的衣服都分别为圣 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说 你们要在会幕门口煮忌肉 也在那里吃忌肉和承受圣植祭篮子里的饼 照着我的吩咐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吃这些 剩下来的肉和饼 你们要用火烧掉 七天之内 你们不可出会幕的门口 直到你们承受圣植里的日子满了 因为主要用这七天 使你们承受圣植 今天所行的 是照耶和华的吩咐而行 为你们赎罪 七天之内 你们昼夜都住在会幕门口 遵守耶和华的吩咐 免得你们死亡 因为耶和华是这样吩咐我 于是亚伦和他的儿子 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的一切事 历位记第九章 到了第八天 摩西把亚伦和他的儿子 以及以色列的众长老都召了来 摩西对亚伦说 你要取一头公牛犊来 做赎罪祭 一只公民羊做凡祭 两样都要没有残疾的 现在耶和华的面前 你也要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要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又取一头一碎的牛犊和一只一碎的绵羊羊做凡祭 两样都要没有残疾的 又取一头公牛和一只公民羊做平安祭 在现在耶和华面前 又取用油条河的素季 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 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 带到会幕前面 全体会众都走进来 站在耶和华的面前 摩西说 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的事 你们要照着行 耶和华的荣耀就要向你们显现 然后摩西对亚伦说 走到祭坛那里 献上你的赎罪祭和凡祭 为自己和人民赎罪 又献上人民的贡物 按着耶和华的吩咐 为他们赎罪 于是亚伦走进祭坛 宰上那位自己献的赎罪祭牛犊 亚伦的儿子奉上血 他就把手指站在血里 抹在祭坛的四脚上 把剩下的血倒在祭坛脚那里 赎罪祭生的脂肪 肾和干液 他都焚烧在祭坛上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至于肉和皮 却在营外用火烧掉 亚伦宰杀了凡祭生 他的儿子把血递给他 泼在祭坛的周围 他们跟着把凡祭生 一块一块连头递给他 焚烧在祭坛上 亚伦又洗尽了内脏河腿 在祭坛的凡祭上焚烧 他把人民的贡物献上 又把那为人民做赎罪祭的公山羊 牵来、宰杀了 献为赎罪祭 和先前献的一样 然后他按着规则 献上凡祭 又献上宿祭 从其中取了满满的一把 在祭坛上焚烧 这是在早晨的凡祭以外的 亚伦又宰杀了那为人民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棉羊 亚伦的儿子把血递给他 泼在祭坛的周围 他们又把公牛和公棉羊的脂肪、肥尾巴、遮盖内脏的脂肪、两个肾和干液都放在胸上 亚伦就把脂肪在祭坛上焚烧 至于胸和右后腿 亚伦拿来做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都是照着摩西吩咐的 亚伦向众人举起手 为他们祝福 他献了赎罪祭、凡祭和平安祭就下来 摩西和亚伦进了会幕 出来就为众人祝福 耶和华的荣耀向众民显现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烧尽了祭坛上的繁祭和脂肪 众民看见了就大声欢呼 俯伏在地 利未记第十章 亚伦的儿子拿达和雅比户 各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 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平常的火 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献的 那时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 这就是耶和华曾经告诉我们的 他说 在亲近我的人中 我要显为圣 在众人面前 我要得荣耀 亚伦就默然无语 摩西把亚伦赎父 乌靴的儿子 尼沙利和以利撒反召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上前来 把你们的兄弟 从圣所前抬到营外去 于是二人走进来 照着摩西的吩咐 把他们连同他们的衣服 抬到营外去 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 以利亚萨和以他玛说 你们不要劈头散法 不可撕裂你们的衣服 免得你们死亡 又免得 耶和华向全体会众发怒 你们的亲族 以色列全家 却要为耶和华所烧死的人哀哭 你们也不可走出会幕的门口 免得你们死亡 因为耶和华的膏油 在你们身上 他们就照着摩西的话行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和你的儿子一起进会幕的时候 淡酒 烈酒都不可喝 免得你们死亡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 使你们可以把圣的和俗的 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辨清楚 可以把耶和华借着摩西 告诉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 教训他们 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 以利亚萨和以他玛说 献给耶和华的伙计中 剩下的素计 你们要拿来在祭坛旁边 做无效饮吃 因为这是至圣的 你们要在圣洁的地方吃 在献与耶和华的伙计中 这是你和你儿子的份 因为耶和华是这样吩咐我 至于做摇记的兄 和做举记的后腿 你们也要在洁净的地方吃 你和你的儿女要一起吃 这是从以色列人献的平安记中 给你和你儿子的份 至于做举记的后腿 做摇记的兄 他们要与火记的脂肪一同带来 当作摇记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这都要归给你和与你在一起的儿子 当作永远的律例 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那时摩西急切地寻找那座赎罪祭的公山羊 发现已经烧了 他就向亚伦剩下的儿子 以利亚萨和以他玛发怒 说 这赎罪祭是制胜的 耶和华又把祭肉给你们 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 你们为什么没有在圣洁的地方吃呢 这寄生的血既然没有带进圣所里去 你们就应该照着我所吩咐的 在圣所里吃这祭肉 亚伦对摩西说 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 已经献了赎罪祭和烦祭 而且有这样的灾祸临到我 如果今天我吃了赎罪祭的祭肉 耶和华怎能看为美好呢 摩西听了也觉得合理 历位祭第十一章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 地上所有的走兽中 你们可以吃的动物就是这些 分体、油脂而且反除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 但你们不可吃下列反除 或分体的走兽动物 骆驼 因为它反除却不分体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石欢 因为它反除却不分体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兔子 因为它反除却不分体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猪因为它分体、油脂 却不反除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这些走兽的肉 你们不可吃 它们的尸体 你们不可摸 你们应视为不洁净 水中所有的活物 你们可以吃的 就是这些 凡是在水中 有翅有灵的 不论是在海里 或是河里的 你们都可以吃 在水中游动 或生存在水中的活物 无论是在海里 或是河里 若是没有赤和灵的 你们都要当作可赠之物 它们是你们赠物之物 它们的肉 你们不可吃 它们的尸体 你们要赠物 所有在水里 没有赤和灵的活物 你们都要当作可赠之物 在鸟类中 你们要赠物 也不可吃这些雀鸟 物鹰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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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鹰等准类 所有乌鸦类 鸵鸟 猫头鹰 海鸥 苍鹿等鹰类 吃饿 鲁瓷 大吃消 白鹿 糖鹅 宝 冠 红鹤等鹿丝类 带圣和蝙蝠 凡有翅膀 四足爬行的生物 你们都要当作可赠之物 但在所有有翅膀 四足爬行的生物中 如果有足 有腿 能在地上蹦跳的 你们都可以吃 在昆虫中 你们可以吃这些 蝗虫类 马蚱类 蟋蟀类和蚱蟒类 但是其他所有有翅膀四足的生物 你们都要当作可赠之物 以下事物会使你们成为不洁 触摸动物尸体的 就不洁净到晚上 拾起它们的尸体的 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所有分体却无止的 不反除的走兽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触摸它们的就不洁净 所有用四足行走的动物中 用脚掌行走的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触摸它们尸体的 都不洁净到晚上 拾起它们尸体的 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以上这些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 在地上爬行的生物中 你们应以为不洁净的是这些 幼鼠 石鼠 蜥蜴 这一类 以及壁虎 龙子 手工 蛇衣 变色龙 在所有爬行的生物中 你们应以这些 为不洁净 它们死了以后 触摸它们的 都不洁净到晚上 它们当中死了的 掉在什么东西上 无论是木器或是衣服 皮子或是布袋等任何器具 都成为不洁净 要放在水中 但仍不洁净到晚上 以后就真洁净了 它们当中死了的 掉在什么瓦器里 其中不论是什么 都成为不洁净 你们要把瓦器打碎 瓦器的水 若是滴在任何食物上 食物就成了不洁净 若是滴在装了饮料的器皿里 饮料也成为不洁净 它们尸体的任何部分 掉在什么东西上 那东西就不洁净 无论是炉或是锅 都成为不洁净 应该打碎 你们应以这些为不洁净 但是水源和储水池 仍算是洁净的 只有触摸水中尸体的 才是不洁净 它们尸体的一部分 掉在要播种的种子上 种子还是洁净的 但是如果种子已经浇了水 它们尸体的一部分 才掉在种子上面 你们应以这种子为不洁净 一只你们可以吃的走兽死了 谁摸了它的尸体 就不洁净到晚上 谁吃了它的尸体 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谁拾起这尸体 也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所有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都是可赠之物 都不可吃 凡是用肚子 或用四足 或是多足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你们都不可吃 因为它们是可赠之物 你们不可因任何爬行的动物 使自己成为可赠的 也不可因它们玷污自己 以致不洁净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使自己成为圣洁 你们要分别为圣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不可因在地上爬行的任何动物 玷污自己 因为我是耶和华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分别为圣 因为我是圣洁的 以上就是有关走兽 飞禽 所有在水中游行的动物 和所有在地上爬行的动物的律例 我要把不洁净的和洁净的 可吃的生物和不可吃的生物 分别出来 立位记第十二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如果有妇人怀孕 生了男孩 他就不洁净七天 好像患病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 第八天 男婴要受割礼 妇人洁净铲血的时期 要住在家三十三天 得洁净的日子未满之前 他不可触摸任何圣物 也不可进入圣洁的地方 如果他生了女孩 就不洁净十四天 像月经污秽的日子一样 妇人洁净铲血的时期 要住在家里六十六天 洁净的日子满了 不论是为男孩或是为女孩 他都要用一只一碎的绵羊膏 做繁祭 一只除歌 或一只斑鸠做赎祭 带到会幕门口那里 交给祭司 祭司把贡物献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他的血就洁净了 以上是生育男女的律例 他的经济能力 若是不够献一只羊膏 他可以拿两只斑鸠 或是两只除歌 一只做繁祭 一只做赎罪祭 祭司要为他赎罪 他就洁净了 历位纪第十三章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如果有人在皮肉上生了瘤 或险或火斑 后来皮肉变成了大麻风病症 就要把他带到一个做祭司的亚伦子孙那里 祭司要查看皮肉上的病症 如果患处的毛已经变白 病症的现象 有生透皮下的肉 就是大麻风病症 祭司发现这样 就要宣布他为不洁净 伙伴若是在他的皮肉上发白 但没有生透皮肤的现象 上面的毛也没有变白 祭司就要把患者隔离七天 到了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他 如果看见病情止住了 皮上的患处没有蔓延 祭司还要把他再隔离七天 到了第七天 祭司要再查看他 如果看见患处色泽变淡 也没有在皮上蔓延 祭司就要宣布他为洁净 这不过是险 他洗净衣服就得洁净了 但是祭司查看 宣布他洁净以后 险若是在皮上蔓延 他就要再次给祭司查看 祭司要查看他 如果发现险在皮上蔓延了 祭司就要宣布他为不洁净 这是大麻风 如果有人感染到大麻风 就要带他到祭司那里 祭司要查看 如果发现皮上有白色浮肿 毛已经变白 患出的肉红肿 这就是皮肉上的潜伏性麻风病发作 祭司要宣布他为不洁净 不必隔离观察 因为他已经不洁净 如果祭司认为麻风病已在皮上蔓延 从头到脚遮满了患病者全身的皮 那么祭司就要查看 如果看见麻风布满了他的全身 祭司就要宣布那患病者为洁净 因为全身变白 就算是洁净 但他身上什么时候出现红肿的肉 他就成为不洁净 祭司发现那红肿的肉 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红肿的肉原来是不洁净的 是麻风病 但红肿的肉若是再复原 又变成白 他就要到祭司那里 祭司要查看 如果看见患处变白了 祭司就要宣布那患病者为洁净的 他就洁净了 人若是在皮肉上生了疮 已经医好了 但在掌窗之处又起了白色浮种 或是白中带红的伙伴 他就要给祭司查看 祭司要查看 如果发现有渗透皮肤的现象 上面的毛也变白了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这就是在窗中发作出来的麻风病 但如果祭司查看病情 看见上面没有白毛 也没有渗透皮肤 只是发案而已 祭司就要把它隔离七天 如果在皮肤上蔓延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这就是麻风病 火斑若是在原处止住 没有蔓延 就是窗的疤痕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洁净 如果人的皮肉发炎 发炎红肿的肉 成了火斑 白中带红 或是纯白 祭司就要查看病情 如果发现火斑中的毛变白了 又有渗透皮肤的现象 这就是从发炎发作出来的麻风病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这是麻风病 但如果祭司查看病情 看见火斑中没有白毛 也没有渗透皮肤 只是发案而已 祭司就要把它隔离七天 到了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 火斑若是在皮上蔓延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这是麻风病 火斑若是在原处止住 没有在皮上蔓延 只是发案而已 这是发炎肿瘤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洁净 因为这只是发炎的疤痕 无论男女 如果在头上或是胡须上受到感染 祭司要查看那病 如果发现有渗透皮肤的现象 而且还有黄色细毛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这是赖历 是头上或是胡须上的麻风病 祭司查看赖历的患处 如果看见没有渗透皮肤的现象 那里也没有黑毛 祭司就要把那患赖历的人隔离七天 到了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患处 如果看见赖历没有蔓延 那里也没有黄毛 赖历也没有渗透皮肤的现象 那人就要替去虚法 患赖历的地方却不可替 祭司要把那患赖历的人再隔离七天 到了第七天 祭司要再查看那赖历 如果看见赖历在皮上没有蔓延 也没有渗透皮肤的现象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洁净 它洗净衣服就洁净了 但是它得洁净以后 赖历若是在皮上蔓延 祭司就要查看 如果发现赖历在皮上蔓延 祭司不必找黄毛 它已经不洁净 如果祭司认为赖历已经止住 那里也长了黑毛 赖历已经痊愈 那人就洁净了 祭司要宣布它为洁净 无论男女皮肉上若是起了斑点 白色的斑点 祭司就要查看 如果发现斑点在皮肉上呈灰白色 这是皮肤出疹 那人是洁净的 人的头发若是掉下了 只不过是秃头 还是洁净的 人的头顶上若是掉下了头发 只不过是秃额 它还是洁净的 但是头顶突处或是额前突处 若有白中带红的病症 这就是麻风病 在他的头顶突处或是额前处发作 祭司就要查看 如果发现在他头顶突处或是额前突处 有白中带红的浮肿病症 像皮肉上麻风病的现象 那人就是患了麻风病 就不洁净 祭司要宣布他为不洁净 那人头上染了麻风 身上患有麻风病的人 要撕裂自己的衣服 披头散发 遮盖上传喊叫 不洁净 不洁净 在他患病的日子里 他是不洁净的 他既然不洁净 就要独居 住在营外 染了麻风病的衣服 无论是羊毛衣服或是麻布衣服 不论是边节的或是纺织的 是麻布的或是羊毛的 是皮子或是皮子做成的任何物件 病症若是在衣服或皮子 边节物或纺织物 或任何皮子做成的器具上发绿或发红 那就是发霉的现象 要给祭司查看 祭司要查看那现象 把染了病症之物 隔离七天 到了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那病症 如果那病症在衣服 边节物 纺织物 皮子 或是任何皮子做成的物件上蔓延 这就是玩恶的霉 那件物件就不洁净了 染上病症的衣服 无论是边节的或是纺织的 是羊毛或是麻布 或任何皮子做的物件都要烧掉 因为那是玩恶的霉 所以要用火烧掉 但如果祭司查看病症 在衣服 边节物 纺织物 或是皮子做的任何物件上没有蔓延 祭司就要吩咐人把它洗净 然后再隔离七天 洗净以后 祭司要查看 如果看见那病症没有转变 虽然没有蔓延 那物件仍是不洁净 要用火把它烧掉 因为里外都腐蚀了 但如果祭司查看的时候 看见他洗净以后 色泽暗淡了 就要把那部分从衣服 或是皮子 边节物或纺织物上撕下来 如果病症再出现在剩下的衣服 边节物 纺织物 或任何皮子做的物件上 那就是病症仍然发作 染了病症的物件 要用火烧掉 如果病症离开了 经过洗净 剩下的衣服 无论边节的 或是纺织的 或任何皮子做的物件 只要再洗一次 就洁净了 以上是与羊毛衣服 或是麻布衣服 边节的 或纺织的 或任何皮子做的物件 有关的发霉律力 可以断定洁净 或是不洁净 历位纪第十四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患麻风病的人 得洁净的日子 应手的律律如下 人要带他去见祭司 祭司要出到营外去查看 祭司若是看见患病的人 身上的麻风病 已经好了 就要吩咐人 为那求洁净的人 拿两只洁净的火鸟 香薄木 珠红色线和牛西草来 祭司要吩咐人 用瓦器盛火水 把一只鸟宰杀在上面 至于那只火鸟 祭司要把它与香薄木 珠红色线和牛西草 一起拿来 把这些物品和火鸟 一同占于那在火水上宰杀的鸟血中 然后向那患麻风病 求洁净的人身上 谈七次 就可以宣布它洁净 又让那只火鸟飞到田野去 那得洁净的人 要洗自己的衣服 剔去身上所有的毛发 用水洗澡 就洁净了 然后它可以静营 只是还要在自己的账目外 住七天 第七天 它要把身上一切的毛发都剔去 头发 胡须 眉毛 和身上一切的毛发都剔去 又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就洁净了 第八天 它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 和一只没有残疾一碎的母羊羔 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三公斤做素剂 以及三分之一公升油 一同取来 行洁净礼的祭司 领那求洁净的人 拿着这些祭物 站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面前 祭司 取一只公羊羔 现做赎千祭 取三分之一公升油 一同献上 祭司把这两样当作姚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他要在圣洁的地方 就是宰杀赎罪祭生和凡祭生的地方 宰杀那只公羊羔 因为赎千祭生像赎罪祭生一样 是至圣的 要归祭司 祭司要取些赎千祭生的血 抹在得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 祭司又从那三分之一公升油中 取出一点来 倒在自己的左掌里 把右手的一个指头 站在左掌的油里 在耶和华面前 用指头把油弹七次 然后祭司要把手中剩下的油 抹在那得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 就是抹在赎千祭生的血上 祭司要把手中剩下的油 抹在那得洁净的人的头上 祭司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祭司要献赎罪祭 为那得洁净的人赎罪 使他脱离污秽 然后宰杀樊祭生 祭司要把樊祭和宿祭 陷在祭坛上 为他赎罪 他就洁净了 但如果他贫穷 经济能力不足 他只要拿一只公民羊羔 做赎千祭 摇一摇 为他赎罪 要把调油的细面一公斤 做宿祭 和三分之一公升的油 一同拿来 又要按他的经济能力 拿两只斑鸠 或是两只除鸠 一只做赎罪祭 一只做凡祭 第八天 他为了自己得洁净 要把这些祭物 带到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 交给祭司 祭司要取那只 做赎千祭的公羊羔 和那三分之一公升油 祭司把这些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当作摇祭 然后宰杀做赎千祭的公羊羔 取一些赎千祭生的血 抹在那得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 祭司要把一些油 倒在自己的左掌里 用右手的一个指头 把左掌中的油 在耶和华面前弹七次 祭司又要把手中的油 抹在那得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 就是抹了赎千祭生的血的地方 祭司把手中剩下的油 抹在那得洁净的人的头上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那人就要按着自己的经济能力 献上一支斑鸠或是一支锄割 他要按着自己的经济能力 献上一支做赎罪祭 一支做凡祭 连同肃祭一同献上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求洁净的人赎罪 这是关于患了麻风病 但经济能力不足够 预备正常洁净里祭物的人 应手的律例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进了我赐给你们 做产业的迦南地的时候 我给你们做产业之地的房屋 如果发霉 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 据我看来 房屋中似乎染了病症 祭司进去查看病症之前 要先吩咐人把房屋搬空 免得房屋里的一切都成了不解 然后祭司才进去查看那房屋 他要查看那病症 如果发现在房屋的墙上 有发绿或是发红的腐蚀斑纹 而且有深透入墙的现象 祭司就要从房屋里出来 到房门外去 把房屋隔离七天 第七天 祭司要回来查看 如果发现病症 在房屋的墙上蔓延 祭司就要吩咐人 把染有病症的石头挖出来 扔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 要刮进房屋里面的四周 把刮下来的灰泥 倒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 拿别的石头 放进去代替挖出来的石头 然后用别的灰泥粉刷房屋 如果挖出石头 刮了房屋 粉刷了墙以后 病症再次在房屋里出现 祭司就要进去查看 如果发现病症 在房屋里有蔓延的现象 这就是房屋里玩恶的发霉现象 那房屋就不洁净了 要把房屋拆毁 把房屋里的石头 木头 以及所有的灰泥 都搬到城外不洁净的地方去 在房屋被关闭的期间 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在房屋里睡觉的人 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在房屋里吃饭的人 也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房屋粉刷以后 祭司进去查看 如果看见病症 在房屋里没有蔓延 祭司就要宣布那房屋为洁净 因为已经复原了 为了洁净那房屋 祭司要拿两只鸟 香薄木 珠红色线和牛西草 把一只鸟 在盛着活水的瓦器上宰杀 然后拿香薄木 牛西草 珠红色线和那只火鸟 都一同站在被宰杀的鸟血和火水中 向房屋谈七次 他就用鸟血 火水 火鸟 香薄木 牛西草和珠红色线 结进了那房屋 然后让那只火鸟 飞到城外的田野里去 他为房屋赎罪 房屋就结净了 以上是有关各种麻风病 险戒 衣服和房屋发霉 肿瘤 苍险 和火斑的律例 只是人知道 什么时候不洁净 什么时候洁净 这是麻风病的律例 历位纪第十五章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如果男子的下体 有异常排泄 他的排泄物是不洁净的 这异常排泄 就是他不洁净 无论下体 仍有排泄流出 或是下体的排泄 已经止住了 他都是不洁净的 有异常排泄的人 睡过的床 都是不洁净的 他做过的家具 都必不洁净 谁触摸他的床 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谁做了有异常排泄的人 所做过的家具 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触摸了有异常排泄的人的身体 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有异常排泄症的人 若是吐唾沫 在洁净的人身上 那人就要洁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有异常排泄的人 做过的庵 都不洁净 谁触摸他身下任何东西 都不洁净到晚上 拿了这些东西的 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谁触摸有异常排泄的人 而没有洗手 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有异常排泄的人 摸过的瓦器 必须打碎 他摸过的任何木器 都要用水洗净 有异常排泄的人 痊愈的时候 就要为自己得洁净 计算七天 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活水洗身 就洁净了 第八天 他要带两支斑鸠 或是两支厨戈 来到耶和华面前 在会幕门口交给祭司 祭司要把他们献上 一支做赎罪祭 一支做凡祭 祭司因那人的异常排泄 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人若是宜精 就要用水 把全身洗净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无论是衣服 或是皮革 被精益染污 都要用水洗净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至于女人 男人若是与他同睡性交 两人都要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如果女人身上排泄的是精血 她必污秽七天 摸她的都不洁净到晚上 在她污秽的时期 她躺过的东西都不洁净 她做过的东西也都不洁净 触摸她的床的 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触摸她做过的任何家具 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在女人的床上 或是在她坐过的家具上 如果有别的东西 人摸了她 就不洁净到晚上 男人若是与那女人同睡 染上她的污秽 就不洁净七天 她躺过的床 都不洁净 女人若是在月经污秽期以外 血漏多日 或是月经污秽期过长 患有血漏症 她在这些血漏的日子 是不洁净的 好像她在月经污秽的日子 不洁净一样 她在血漏症的日子 躺过的床 都像她在月经污秽时的床一样 她所做过的家具 都不洁净 像月经污秽的时候一样 触摸这些东西的 都不洁净 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女人的血漏若是洁净了 她要计算七天 然后就洁净了 第八天 她要拿两支斑鸠 或两支厨戈 带到会幕门口 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支做赎罪祭 一支做凡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因那妇人血漏的不洁 为他赎罪 你们要这样 叫以色列人远离他们的不洁 免得他们玷污 我在他们中间的会幕 他们就因自己的不洁而死亡 以上是关于 因为异常排泄和宜经 成为不洁净 以及患病污秽的妇女 和患血漏的男女 还有男人与不洁净的女人 同睡的律例 历未记第十六章 亚伦的两个儿子 走进耶和华面前 而死亡以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你的哥哥亚伦 不可随时进入圣所的蔓子里面 到约柜上的施恩座 免得他死亡 因为我在施恩座上的彩云中显现 亚伦进入圣所时 要带一头公牛犊 做赎罪祭 一只公民羊做凡祭 他要穿上细麻布的圣内袍 也要把细麻布的裤子穿在身上 腰束细麻布的袋子 头戴细麻布礼罐 这些就是圣衣 他要先用水洗身 然后才穿上圣衣 他要从以色列的会众中 取两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一只公民羊做凡祭 亚伦为自己的罪 献上做赎罪祭的公牛 为自己和家人赎罪 然后把两只公山羊牵来 放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面前 亚伦要为这两只山羊抽签 一签归耶和华 另一签归阿萨谢勒 亚伦要把那抽签归耶和华的山羊 献做赎罪祭 至于那抽签归阿萨谢勒的山羊 却要活活地摆在耶和华面前 用来赎罪 然后叫人把它送到旷野 归阿萨谢勒 亚伦要先为自己献上做赎罪祭的公牛 为自己和家人赎罪 他要把那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宰杀 从耶和华面前的祭坛上 拿一个盛满火炭的香炉 又拿一捧倒戏的芬芳香料 带进帽子里 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 使香的烟云遮掩约柜上的施恩座 免得他死亡 他要取些公牛的血 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 再用指头在施恩座的前面 弹血七次 然后他要宰杀那位人民做赎罪祭的公山羊 把血带进帽子里 弹羊血在施恩座的上面 和施恩座的前面 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他要为圣所赎罪 使圣所脱离以色列人的不节 和他们的过犯 就是他们的一切罪孽 然后他又要为会幕同样的赎罪 因为会幕和他们在一起 在他们的不节中间 他进入至圣所赎罪的时候 会幕里不可有人 直到他为自己和家人 以及以色列全体会众赎罪出来为止 他出来就到耶和华面前的祭坛那里 为谈赎罪 他要取一点勾牛的血和山羊的血 抹祭坛的四角 又用指头向祭坛弹血七次 洁净祭坛 使他分别为圣 脱离以色列人的不节 亚伦为圣所 会幕和祭坛赎罪以后 就要把那只活山羊献上 亚伦两手按在那只活山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的一切罪孽和他们的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罪孽 把他们都归在那山羊的头上 然后经由已预定的人 把羊送到旷野里去 那只山羊就担当他们的一切罪孽 把他们带到一个完全隔离的地 所以那人要把那只山羊送到旷野里去 亚伦要进会幕 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 放在那里 然后在圣洁的地方用水洗身 穿回自己的衣服出来 把自己的繁祭和众民的繁祭献上 为自己和众民赎罪 赎罪寄生的脂肪 他要焚烧在祭坛上 那送走归阿萨谢勒的山羊的人 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才可以进到营里 那座赎罪季的公牛 和座赎罪季的公山羊 他们的血既然被带进去 为圣所赎罪 他们的身体就要搬出营外去 他们的皮、肉和粪都要用火烧掉 那烧寄生的人 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才可以进营 每逢7月10日 你们要刻苦己心 无论是本地人 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什么的功你们都不可做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律例 因为在这一天 他要为你们赎罪 使你们洁净 脱离你们一切罪孽 使你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洁净 这是完全修歇的安息 你们要刻苦己心 这是永远的律例 那被高丽承受圣职 接替他父亲做祭司的 要穿上细麻布衣服 就是圣洁的衣服 进行赎罪 他要为至圣所赎罪 又为会幕和祭坛赎罪 以及为祭司们和全体会众赎罪 每年一次要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 为他们赎罪 这是你们永远的律例 于是亚伦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去行 历位记第十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 以及以色列人对他们说 这是耶和华的吩咐 以色列家的任何人 不论在营内或在营外 宰杀公牛、绵羊或山羊 而不迁到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账目面前 献给耶和华做贡物 流血的罪就要归到那人身上 他既然流了牲畜的血 就必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 这条例的目的 是要以色列人 把他们灌藏在田野里宰杀的寄生 带去给耶和华 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 好像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 那样宰杀牲畜 祭司要把血泼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祭坛上 把脂肪焚烧 献给耶和华做新香的祭 他们不可再杀祭生 献给那些山羊 就是他们所随从行邪淫的鬼神 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 你要对他们说 以色列家的任何人 或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 献凡祭或是平安祭的时候 如果不迁到会幕门口 把它献给耶和华 那人就必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 以色列家的任何人 或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 如果吃了任何血 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 把它从自己的族人中剪除 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 我指定这祭坛上的血 代替你们的生命 因为血里有生命 所以能代赎生命 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中间任何人都不可吃血 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 也不可吃血 任何以色列人 或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中 有人打猎得了可以吃的禽兽 总要放尽他的血 用泥土掩盖 因为所有动物的生命 就在他们的血中 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 任何动物的血 你们都不可吃 因为所有动物的血 就是他的生命 吃血的必被剪除 吃了自死的 或是被野兽撕裂的动物 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的 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以后他才算洁净 但是如果他不洗净衣服 也不洗身 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责 历位纪第十八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从前住过的埃及地 那里的居民的行为 你们不可随从 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 那里的居民的行为 你们也不可仿效 你们不可跟随他们的风俗行 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 谨守我的律例 要遵照奉行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谨守 我的律例和典章 人应该遵行这些 按照他们生活 我是耶和华 你们任何人 都不可亲近骨肉之亲 揭露他的下体 我是耶和华 你不可揭露你父亲的下体 就是你母亲的下体 它是你的母亲 你不可揭露她的下体 你父亲的妻子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 那本是你父亲的下体 你姐妹的下体 无论是异母同父的 或是异父同母的 是在家里生的 或是在外面生的 你都不可揭露他们的下体 你的孙女 或是你的外孙女的下体 你都不可揭露 因为他们的下体 就是你自己的下体 你的继母 为你父亲所生的女儿的下体 是你的妹妹 你不可揭露她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你姑母的下体 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 你不可揭露你姨母的下体 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 你不可揭露你淑伯的下体 不可亲近她的妻子 她本是你的神母 你不可揭露你儿媳的下体 她是你儿子的妻子 你不可揭露她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你兄弟妻子的下体 那本是你兄弟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一个妇人的下体 又揭露她女儿的下体 不可娶她的孙女 或是她的外孙女 揭露她的下体 她们是骨肉之亲 这是丑恶的事 妻子还活着的时候 你不可另娶她的姐妹 做她的情敌 揭露她的下体 在污秽不结中的妇女 你不可亲近她 揭露她的下体 你不可与你同伴的妻子私通 因她而玷污自己 你不可把你的儿子献给摩洛 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 你不可与男人同睡交合 像与女人同睡交合一样 这是可赠的事 你不可与任何走兽同睡交合 因她而玷污自己 女人也不可站在走兽面前 与她交合 这是逆性的事 你们不可让这些事的 任何一件玷污自己 因为我将要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的各族 就是被这些事玷污了自己 连地也被玷污 所以我追逃那地的罪孽 那地就把居民吐出去 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 这一切可赠的事 无论是本地人 或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 一件都不可做 因为在你们以前住在那地的人 行了这一切可赠的事 就玷污了自己 免得你们玷污那地 那地就把你们吐出去 像吐出了在你们以前的各民族一样 无论什么人 行了一件这些可赠的事 必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 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吩咐 免得你们行那些可赠的风俗 就是你们以前的人所行的 玷污了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历位记第十九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 对他们说 你们要分别为圣 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个人要孝敬父母 也要谨守我的安息日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转向偶像 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如果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 要使你们所献的蒙悦纳 寄生的肉要在你们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 如果有剩下的 到了第三天就要用火烧掉 如果在第三天吃平安祭肉 这祭肉已经成为不洁净 不蒙悦纳 那吃鸡肉的人要担当自己的罪责 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 那人必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 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 不可把角落的谷物都割进 也不可拾取收割时移下的 不可把你葡萄园的果子都摘进 也不可拾取你葡萄园中掉下的 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外人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偷窃 不可欺骗 不可彼此说谎 不可奉我的名起假事 亵渎你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 不可欺压你的灵舍 也不可抢夺他的东西 故宫的工钱 不可扣留在你那里到早晨 不可咒骂龙子 也不可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 却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审判的时候 不可行不易 不可偏袒穷人 也不可偏帮有权势的人 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灵舍 你不可在你的族人中 到处搬弄是非 也不可危害你的灵舍 我是耶和华 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兄弟 因坦诚责备你的灵舍 免得你因他担当罪过 不可报复 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怀恨 却要爱你的灵舍 好像爱自己 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 不可使你的牲畜 与不同类的交合 在你的田里 不可撒两种不同类的种子 两样料子做成的衣服 你不可穿在身上 如果人与女子同睡交合 而那女子是个卑女 已经许配了人 但还没有赎身 或是还没有得着自由 就应受惩罚 但不可把二人处死 因为卑女还没有得着自由 那人要把她的赎千计 就是一只做赎千计的公棉羊 带到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用那只做赎千计的公棉羊 在耶和华面前 为她所犯的罪赎罪 她所犯的罪必蒙赦免 你们进了那地 栽种了各样可作食物的果树的时候 你们要视初结的果子为不洁净 好像未受割礼的人 头三年的果子 你们不可以吃 第四年所结的一切果子 应分别为胜 是做称颂耶和华的贡物 到了第五年 你们才吃树上所结的果子 你们这样做 你们的生产就必增加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吃代血的东西 不可占卜 不可算命 不可剃两边的头发 胡须的周围 也不可刮掉 不可为死人的缘故 割伤你们的身体 也不可在你们的身上赐花纹 我是耶和华 不可入墨你的女儿 使她做娼妓 免得这地淫乱 充满丑恶的事 你们要谨守我的安息日 敬畏我的圣所 我是耶和华 你们不可转向那些 教诡的 和行法术的 不可求问他们 玷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白法的人面前 你要起立 要尊敬老年人 又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如果有外人 在你们的地方 与你们一起寄居 你们不可欺负他 与你们一起寄居的外人 要看他像你们中间的 本地人一样 你要爱他 好像爱自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曾做过寄居的人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审判的时候 在度、量、恒上 都不可偏差 要用公正的天平 公正的砝码 公正的声斗 公正的容器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就是曾把你们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位 你们要谨守 遵行我的一切利力 和一切典章 我是耶和华 利未记 第二十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任何以色列人 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 把自己的儿子献给摩洛 必要把他处死 本地的人 要用石头 把他打死 我也要向那人变脸 把他从他的族人中 剪除 因为他把自己的儿子 献给摩洛 玷污了我的圣所 亵渎了我的圣名 如果有人把他的儿子 献给摩洛 而本地的人 也目不看 不把他处死 我就要向那人 和他的家族变脸 把他和所有 跟随他与摩洛 行邪淫的人 都从他们的族人中 剪除 如果有人 转向交诡的 和行法术的 随从他们行淫 我必向那人变脸 把他从他的族人中 剪除 所以 你们要使自己 成为圣洁 你们要分别为圣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要谨守 遵行我的律例 我是使你们 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咒骂自己父母的 必要把他处死 他咒骂自己的父母 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如果有人 与别人的妻子通奸 就是与灵社的妻子通奸 肩夫和淫妇都要处死 如果有人与父亲的妻子同睡 就是揭露了他父亲的下体 必要把他们二人处死 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如果有人与儿媳同睡 必要把他们二人处死 他们犯了乱伦的罪 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如果有人与男人同睡 像与女人同睡一样 他们二人行了可赠的事 必要把他们处死 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如果有人娶妻 又娶岳母 就是行了丑恶的事 要把他们三人用火烧死 好使你们中间 不再有丑恶的事 如果有人与走兽同睡 必要把他处死 也要杀死那走兽 女人若是亲近任何走兽 与他交合 你们要杀了那女人和走兽 必要把他们处死 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如果有人娶了自己的姐妹 无论是异母同父的 或是异父同母的 他见了她的下体 他也见了她的下体 这是可耻的事 他们二人 必要从自己族人的眼前被剪除 他揭露了自己姐妹的下体 必须担当自己的罪孽 如果有人与患血漏病的妇人同睡 揭露了她的下体 就揭露了她的血缘 妇人也揭露了她自己的血缘 他们二人 必要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 你不可揭露姨母或是姑母的下体 因为这是揭露了骨肉之亲的下体 这样做的人 要担当自己的罪孽 如果有人与淑伯的妻子同睡 就是揭露了淑伯的下体 这样做的人 要担当自己的罪 他们必无子女而死 如果有人娶了兄弟的妻子为妻 这是污秽的事 揭露了自己兄弟的下体 这样做的人 必无子女 所以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 和一切典章 免得我将要领你们进去居住的那地 把你们吐出来 我从你们面前逐出的各民族 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 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事 所以我厌恶他们 但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土地 我要把这流奶与蜜之地 赐给你们做产业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 所以 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走兽 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飞禽分别出来 你们不可因着那些 我为你们分别出来 不洁净的走兽 飞禽 或任何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 你们要归我为圣 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 我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 使你们归我 无论男女是娇鬼的 或是行法术的 必要把他们处死 要用石头打死他们 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历位纪第21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对他们说 祭司不可在自己的族人中 因死人玷污自己 除非骨肉至亲 例如父母、儿女、兄弟 或是仍是处女、未曾出嫁的姐妹等至亲 祭司才可以玷污自己 祭司不可为了殷亲而玷污 亵渎自己的圣职 祭司不可剃光头发 胡须的周围不可剃掉 也不可纹身 他们要成为圣 归向他们的神 不可亵渎他们神的名 因为他们奉献耶和华的伙计 他们神的食物 所以他们要成为圣 祭司不可取被电入了的妓女为妻 也不可取被丈夫离弃的女人为妻 因为祭司是归他的神为圣的 所以你要使他分别为圣 因为他把食物献给你的神 你要以他为圣 因为我耶和华使你们分别为圣的 是圣洁的 如果祭司的女儿羞辱自己去做妓女 就是羞辱了自己的父亲 他必须用火烧死 在兄弟中做大祭司的 头上倒了膏油 又受了圣职 得以穿着圣衣 就不可披头散发 也不可撕裂衣服 不可走进死尸 也不可为了父母玷污自己 他不可走出圣所 也不可亵渎他神的圣所 因为他神高丽了他 使他分别为圣 我是耶和华 他要娶处女为妻 寡妇 被修的妇人 受殿入的妓女 他都不可以娶 他只可以娶自己族人中的处女为妻 不可在自己的族人中 修辱他的后裔 因为我是使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 你世世代代的后裔中 有残疾的 就不可走进来献他神的食物 因为有残疾的 无论是瞎眼、瘸腿、五官不正、畸形、断脚断手的 驼背、矮小、眼睛有毛病、长险、生疹 或是甚至损坏的 都不可走进来 亚伦祭司的后裔中 有残疾的 都不可上前来献耶和华的伙计 他既有残疾 就不可上前来献他的神的食物 他神的食物 无论是至圣的 或是圣的 他都可以吃 只因他有残疾 他就不可进到曼子前 也不可上前到我的祭坛那里 免得亵渎我的圣所 我是使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于是摩西告诉亚伦和亚伦的儿子 以及所有以色列人 历未记第22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 叫他们谨慎处理 以色列人分别为圣 归给我的圣物 免得他们亵渎我的圣名 我是耶和华 你要对他们说 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中 若是不捷径 却接近以色列人分别为圣 归耶和华的圣物 那人必从我面前被剪除 我是耶和华 亚伦的后裔中 患了麻风病或是血漏症的 都不可吃圣物 直到他洁净了 触摸了任何尸体的不洁 或宜精的人 或是触摸了任何使他玷污的爬虫 或是摸了使他成为不洁净的人 不论那人有什么不洁净 摸了这些的人 必不洁净到晚上 如果他不用水洗身 就不可吃圣物 日落之后 他就洁净了 可以吃圣物 因为那是他的食物 自死的或是野兽撕裂的动物 他都不可吃 免得玷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 他们要谨守我的命令 免得他们因亵渎 担罪而死 我是使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所有外族人都不可吃圣物 寄居在祭司家里的人 或是受雇的故宫 都不可吃圣物 但是祭司用自己银子买来的仆人 就可以吃圣物 生在祭司家里的人 他们可以吃他的食物 祭司的女儿 若是嫁给外族人 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 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 或是被修的 而且没有孩子 又回到自己的父家 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 他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 只是任何外族人都不可吃 人若是误吃了圣物 就要加上五分之一 与圣物一起交给祭司 祭司不可亵渎 以色列人献上给耶和华的圣物 免得他们因吃了圣物 而担当罪孽过犯 因为我是使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和亚伦的儿子 以及所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任何以色列家的人 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 奉献贡物的时候 无论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给耶和华的烦祭 就要把没有残疾的公牛或公棉羊 或公山羊献上才蒙悦纳 有残疾的你们都不可献上 因为这是不蒙悦纳的 人若是为了还愿或是甘心 把牛羊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 总要献上一只完全没有任何瑕疵的祭物 才蒙悦纳 虾眼、折生、残肺、伤口溃疡、长险或生疹的牲畜 你们都不可献给耶和华 不可把这些当作伙计 放在祭坛上献给耶和华 无论是公牛或是绵羊羔 如果肢体畸形或有缺陷的 你可以做甘心剂献上 如果做还愿剂献上 就不蒙悦纳 内脏损伤、压碎、破裂或割掉的 你们都不可献与耶和华 在你们将来居住的地方 你们不可行这样的事 也不可从外人手里 接受这一类的牲畜 做你们神的食物 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 必不蒙悦纳 耶和华对摩西说 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生下来以后 七天要与他的母亲在一起 从第八天开始 他就可以蒙悦纳 做献给耶和华伙计的贡物 无论是牛或羊 你们都不可在同一日之内 宰杀母和子 如果你们献感恩祭给耶和华 要献得可蒙悦纳 祭肉要当天吃完 一点都不可留到早晨 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我是耶和华 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 我在以色列人中间要被尊为圣 我是使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历位纪第23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我指定的节日 就是耶和华指定的节日 你们应当召集圣会 六日要工作 但第七日是完全休歇的安息日 应当有圣会 什么功你们都不可做 在你们的一切住处 这日是归耶和华的安息日 以下是耶和华的节日 你们在这些指定的日期 要召集圣会 正月十四日 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 是耶和华的愉悦节 这月十五日是耶和华的无效节 你们要吃无效饼七日 第一天应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你们都不可做 这七天你们要每天献火祭给耶和华 第七日应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你们都不可做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 收割庄稼的时候 要把出手庄稼的一捆 带到祭司那里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摇和捆 在安息日的次日 把他摇一摇 使你们蒙悦纳 你们摇和捆的时候 要把一只一碎 没有瑕疵的功名羊 做梵祭献给耶和华 铜线的素祭 是调油的细面两公斤 献给耶和华 做新香的火祭 铜线的电祭 是一公斤九 无论是饼 是烘过的骨粒 或是心碎子 你们都不可吃 只等到你们把神的贡物 带来的那天才可以吃 这要在你们的一切住处 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 把和捆带来做摇祭那日起 计算整整七个星期 到第七个星期的次日 共计五十天 那天 你们要献新的素祭给耶和华 要从你们的住处 把两个饼带来做摇祭 每个是用细面两公斤 加酵 烤成的 当作出熟之物 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把一岁 没有瑕疵的绵羊膏七支 公牛犊一头 公绵羊两支 做献给耶和华的繁祭 他们和同献的素祭 电祭 是献给耶和华 做新香的火祭 你们又要献一只公山羊 做赎祭 两支一岁的公民羊 做平安祭 祭司要把这些祭物 与出熟祭的饼 一同做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这些是耶和华的圣物 应归给祭司 在这一天 你们要宣布 这是你们的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 你们都不可做 这要在你们一切住处 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 你们收割 你们的庄稼的时候 不可把角落的谷物搁进 也不可拾取你收割时 一下的 把他们留给穷人 和寄居的外人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七月初一 你们必须完全休歇 要吹号筒做纪念 应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 你们都不可做 你们要献火祭给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七月初时是赎罪日 你们应当有圣会 要刻苦己心 献火祭给耶和华 在这一天 什么功 你们都不可做 因为这是赎罪日 要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 为你们赎罪 在这一天 不刻苦己心的人 必从他的族人中 被剪除 在这一天 做什么功的人 我必把他 从自己的族人中间 消灭 什么功 你们都不可做 这要在你们的 一切住处 做世世代代 永远的律例 这是你们 完全休歇的安息日 并要刻苦己心 从这月初九晚上 到次日晚上 你们要守安息日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七月十五日 是祝彭节 要在耶和华面前 守这七天的节旗 第一天 应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 你们都不可做 这七天 你们每天 都要献火祭给耶和华 第八天 应当有圣会 要献火祭给耶和华 这是集会的日子 什么劳碌的功 都不可做 以上是耶和华的节日 你们应当召集圣会 照着每日的规定 献火祭给耶和华 就是凡祭 肃祭 平安祭 和奠祭 此外 还有耶和华的安息日 你们的贡物 你们的一切还愿祭 和甘心献的祭 这些 是你们当献给耶和华的 又在七月十五日 你们收了那地的出产以后 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 第一天 要完全休歇 第八天 也要完全休歇 第一天 你们要拿果树的梅果 棕树枝 茂密的大树枝 和西边的杨柳枝 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 欢乐七天 你们每年七月 要守耶和华 这七天的节旗 这是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律例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天 以色列所有的本地人 都要住在棚里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 我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地的时候 曾经使他们住在棚里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于是摩西 把耶和华指定的节日 告诉了以色列人 历未记第二十四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点灯用的 炸成的纯净橄榄油 拿来给你 使灯火常燃 在会幕中法贵的慢字外 亚伦要使这灯 在耶和华面前 通宵达旦的常燃 这是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律例 亚伦要不断地 在耶和华面前 整理纯金灯台上的灯 你要取细面 烤成十二个饼 每一个饼 用两公斤细面 你要把饼 摆列成两排 每排六个 放在耶和华面前 晶晶的桌子上 把纯乳香 放在美排饼上 象征这些饼 做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每一个安息日 亚伦都要把饼 摆在耶和华面前 不可间断 这是以色列人 永远的约 这饼要归给亚伦 和他的子孙 他们要在圣洁的地方吃 因为这是至圣的 在献给耶和华的伙计中 他永远的奋 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父亲是埃及人 在以色列人中间出入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在营里和一个以色列人争吵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亵渎耶和华的名 咒诅耶和华的名 人就把他带到摩西那里 他母亲名叫士罗密 是弹之派底伯利的女儿 他们拘留看守那人 等候耶和华给他们的指示 耶和华对摩西说 把那咒诅圣名的人 拉出营外 听见的人都按守在他头上 然后全体会众 要扔石头打死他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咒诅神的 必担当自己的罪 亵渎耶和华圣名的人 必被处死 全体会众要扔石头打他 不论是寄居的外人或是本地人 如果亵渎圣名 必被处死 打死人的必被处死 打死牲畜的 必要赔偿牲畜 以命偿命 如果有人使他的同伴伤残 他怎样待人 人也必怎样待他 以伤还伤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他怎样使人伤残 人也必怎样使他伤残 打死牲畜的 必要赔偿牲畜 打死人的 必被处死 无论是寄居的或是本地人 你们都应一律对待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于是摩西告诉了以色列人 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 带出银外 扔石头 打死他 以色列人遵行了耶和华 给摩西的吩咐 历位纪第25章 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那地以后 地要守耶和华的安息 六年之内 你要耕种田地 六年之内 你要修剪葡萄园 收藏地的出产 但是第七年 地要完全修歇 享受耶和华的安息 你不可耕种田地 也不可修剪葡萄园 你收割以后 自然生长的庄稼 你不可收割 没有修剪的葡萄树果子 你也不可采摘 这一年 地要完全修歇 地在安息年的自然出产 是给你们做食物 就是给你 你的仆悲 故宫和寄居的 就是与你们一起居住的人 甚至你的牲畜 以及你那地的走兽 都以安息年的出产做食物 你又要为自己计算七个安息年 就是七个七年 你经过了七个安息年 四十九年的日子以后 在七月初时 你要吹脚 在赎罪日 脚生要响骗你的全地 你们要把第五十年分别为胜 向全地所有居民宣布自由 这一年 是你们的喜年 你们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 归回自己的富家 第五十年 是你们的喜年 这一年 你们不可耕种 也不可收割自然生长的 也不可采摘 没有修剪的葡萄树果子 因为这是喜年 你们要当作圣年 你们可以吃地里的出产 在这喜年中 你们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 如果你卖什么给灵社 或是从灵社的手里买什么 你们不可欺负对方 你要按照下一个喜年以前 还剩余的年数 向灵社买 他也要按照这年数 可得的出产价值卖给你 年数多 你付的买价就要增多 年数少 你付的买价就要减少 因为它是按出产的数值 卖给你 你们不可欺负对方 却要敬畏你的神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遵行我的律力 谨守我的典章 遵照奉行 就可以在那地安然居住 地必生产果实 你们就可以吃饱 在那地安然居住 如果你们问 在第七年 我们不耕种 也不收藏 我们的出产 我们吃什么呢 在第六年 我必命我的福 临到你们 地就会生产足够三年 食用的出产 第八年 你们耕种时 仍有旧粮吃 直到第九年 收成新粮的时候 你还有旧粮可吃 地不可永远卖掉 因为地是我的 你们在我面前 不过是寄居的和客旅 在你们所得 为业的权地 你们应该让人 有熟地的权利 如果你的兄弟贫穷 卖了部分地业 他的至亲 可以来 把兄弟所卖的赎回 如果没有带熟人 而他自己的经济能力改善 足够把地赎回 他就要计算 卖地的年数 把余圣年数的出产数值 还给那买主 他就可以收回自己的地业 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能力 为自己收回卖了的地 他所卖的 就要存在买主的手里 直到喜年 到了喜年 买主必须把地归还 卖地的人 可以收回自己的地业 如果有人卖了一所城内的住宅 在卖了以后的一整年之内 他有赎回的权利 在这些日子以内 他随时可赎回 如果满了一年期不赎回 那所城内的房屋 就要确定归买主 世世代代为业 就算到了喜年 买主也不必交出退还 但房屋在四围 没有城墙的村庄里 就要算为乡下的田地一样 是可以赎回的 到了喜年 买主要交出退还 至于立位人的城 就是他们所得为业的城 其中的房屋 立位人有随时可以赎回的权利 如果一个立位人 在他所得为业的城里 没有赎回已经卖了的房屋 到了喜年 买主仍要交出退还 因为立位人城里的房屋 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 只是他们成交之地不可出卖 因为是他们永远的地业 如果你的兄弟贫穷 在你那里手头拮据 你要资助他 使他可以与你一同生活 像旅客寄居的一样 你不可向他收取高利 却要敬畏你的神 使你的兄弟可以与你一同生活 你借钱给他 不可向他取利息 借粮给他 也不可要他多还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 而且要做你们的神 你的兄弟在你那里 若是贫穷了 卖身给你 你不可逼他做奴仆的工作 他在你那里 要像故宫和寄居的一样 他要服侍你直到喜年 到了喜年 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 归回他本家 归回自己祖宗的地业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他们不可以卖座奴仆 你不可严严地挟制他 却要敬畏你的神 至于你需要的仆悲 可以来自你们四围的列国 你们可以从他们中间购买奴碑 你们也可以从那些 与你们住在一起的外人的儿女中 或是从他们的家族中 就是那些与你们在一起 在你们境内所生的 购买奴碑 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 你们要把他们留给你们的子孙 做永远的产业 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取奴仆 只是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 你们却不可苛刻管辖 在你中间寄居的外人 或是客旅 若是富足起来 你的兄弟在他那里 却渐渐穷乏 把自己卖给住在你那里寄居的外人 或客旅的家族 卖了自己以后 他仍有赎回的权利 他兄弟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赎他 他的赎伯或是他赎伯的儿子可以赎他 他家族中的骨肉至亲也可以赎他 如果他自己的经济能力改善 也可以自赎 他要与买主计算 从卖身那一年起直到喜年为止 照着年数的多少 按雇工的工价计算赎银 如果卖身时 还有很多年才到喜年 他就要按着年数 照他卖身的价银按比例偿还他的赎价 如果距离洗年只有几年 他就按着年数与买主计算 按雇工的工价偿还他的赎价 买主要像每年雇佣的工人那样待他 不可在你眼前苛刻地管辖他 如果他不在这些年间把自己赎回 到了喜年 也可以和他的儿女一同离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属我的仆人 他们是我的仆人 是我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的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历位记第26章 你们不可为自己做偶像 不可为自己立雕像或神柱 也不可在你们的境内安置实相 向他跪拜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遵守我的安息日 敬畏我的圣所 我是耶和华 你们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我的诫命 遵照奉行 我就按时给你们降下雨露 使地生出土产 田野的树木也结果实 你们打河 必打到摘葡萄的时候 摘葡萄 必摘到洒种的时候 你们吃食物 吃得饱足 在你们的境内 安然居住 我必使你们境内太平 你们睡觉 没有人惊吓你们 我使恶兽在境内掘击 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 你们必追赶仇敌 他们必在你们面前倒在刀下 你们五个人必追赶一百人 一百人必追赶一万人 你们的仇敌 必在你们面前倒在刀下 我眷顾你们 使你们繁殖增多 也必建立我 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吃九藏的旧粮 要挪出旧粮 腾空给新粮 我必在你们中间 安置我的居所 我的心 也不厌弃你们 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 领出来 使你们不再做他们的奴仆 我折断了你们所付的恶 使你们挺身昂首地行走 但如果你们不听从我 不遵行这一切诫命 如果你们弃绝我的律力 你们的心厌弃我的典章 不遵行我的一切诫命 违背我的约 我就要这样待你们 我必命惊慌临到你们 劳病热病 使你们眼目昏花 心灵憔悴 你们必突然撒肿 因为你们的仇敌 必吃尽你们的出产 我向你们变脸 你们就败在仇敌面前 恨恶你们的 要管辖你们 虽然没有人追赶 你们仍然逃跑 经过这些以后 如果你们还不听从我 我就要因你们的罪 加重七倍管教你们 我必粉碎你们夸耀的力量 我要使你们的天像铁 你们的地像铜 你们的气力突然用尽 你们的地不出产 境内的树也不结果实 如果你们行事为人 与我的心意相为 不肯听从我 我就要按着你们的罪 使灾祸加重七倍地 临到你们 打发野地的走兽 到你们中间 夺去你们的儿女 残害你们的牲畜 减少你们的人口 使你们的道路荒凉 但如果你们经过这些事 仍然不归向我 行事仍与我的心意相为 我也要与你们作对 按着你们的罪 再加重七倍击打你们 使刀剑领导你们 报复被以约的仇 聚集你们到城里 好使我打发瘟疫 在你们中间 把你们交在仇敌的手里 我断绝你们的粮食来源以后 十个女人 要共用一个炉子 给你们烤饼 她们配给定量的饼 给你们 你们要吃 却吃不饱 如果你们经过这事 还是不听从我 行事仍与我的心意相为 我就必发烈怒 与你们作对 我要按着你们的罪 再加重七倍管教你们 你们要吃自己儿子的肉 女儿的肉也要吃 我必毁坏你们的秋坛 砍倒你们的湘坛 把你们的尸体 扔在你们扑倒的偶像上面 我的心必厌弃你们 我必使你们的城市 变为荒场 使你们的圣所荒凉 我也不闻你们心香的忌 我要使地荒凉 连住在那里的仇敌 也惊奇 我要把你们分散在万国中 我又拔出刀来追赶你们 你们的地成为荒凉 你们的城市变成荒场 当那地荒凉 你们又住在仇敌之地的时候 地就享受安息 那地要休歇享受安息 因为你们居住在那里的时候 地不能在你们的安息年中 享受安息 唯有在荒凉的日子 才可享安息 至于你们剩下的人 我必使他们在仇敌之地 胆战心惊 风吹落叶 也会吓跑他们 他们必逃跑 好像逃避刀剑一样 虽然无人追赶 他们却跌倒 虽然无人追赶 他们却向面临刀剑 彼此撞跌 你们在仇敌面前 不能站立得住 你们要在万国中灭亡 仇敌之地 必吞灭你们 你们剩下的人 必因自己的罪孽 在仇敌之地消灭 也因犯了祖先的罪孽 日渐衰弱 那时 他们就会承认自己的罪孽 和他们祖先的罪孽 就是他们对我不忠的过犯 又承认 因为形势与我的心意相违 以致我也与他们作对 把他们带到他们的仇敌之地 如果他们未受割礼的心 这样谦卑下来 情愿接受他们罪孽的刑罚 我就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 纪念我与以萨所立的约 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我也纪念这地 他们会离开这地 地在荒凉无人的时候 就可以享受安息 同时他们要接受他们罪孽的刑罚 因为他们弃绝了我的典章 他们的心咽弃了我的律力 虽然这样 他们住在仇敌之地的时候 我还是不弃绝他们 也不厌弃他们 不把他们灭绝 我不会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因为他们的缘故 我要纪念我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 他们的祖先是我在列国眼前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这些是耶和华在西奈山 借着摩西颁布他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律力 典章和法则 历位记第27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如果人取特别的愿 献身给耶和华 就要依照你的估价献身价 你应该这样估价 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 你要按照圣索衡量银子的标准 估价550克银子 如果是女人 你要估价342克银子 如果是5岁到20岁 男子的估价是228克银子 女子是114克银子 如果是一个月到5岁 男子的估价是57克银子 女子是34克银子 如果是60岁以上 男子的估价是171克银子 女子是114克银子 那人若是贫穷 不能支付你估定的价 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 让祭司估定他的价 祭司就按着许愿的人的经济能力 估定他的价 如果所许的是 可以献给耶和华为贡物的牲畜 献给耶和华的任何牲畜 都要分别为圣 不可更换 也不可代替 无论是好的换坏的 或是坏的换好的 都不可以 如果人一定要以另一只牲畜 代替以前所许的牲畜献上 那么以前所许的和用来交换的 都要分别为圣 所许的若是不洁净的牲畜 人不能把它献给耶和华为贡物 就是把牲畜牵到祭司面前 祭司要按牲畜的好坏估价 祭司估价多少就是多少 如果他一定要把牲畜赎回 就要按你的估价多负五分之一 如果有人把房屋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祭司要按房屋的好坏估价 祭司估价多少就定他价值多少 把自己房屋分别为圣的人 如果要赎回房屋 就要按你固定的价银 多加五分之一 房屋才可以归他 如果有人把自己产业的一部分 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你的估价要根据那地的洒种量 每洒大卖二十公斤 估价五百七十克银子 如果他从洗年起 把自己的田地分别为圣 就要按照你的估价定那田地的价值 如果他在洗年以后 把自己的田地分别为圣 祭司就要照着到下一个洗年 所剩余的年数 给他计算价银 然后从你的估价减去这价银 把自己田地分别为圣的人 如果一定要赎回田地 就要按你的估价多付五分之一 田地才可以归他 如果他不赎回田地 而卖给别人 他就再也不能赎回田地了 到了洗年 买主就要交出那地 归耶和华为圣 像永属耶和华的圣地一样 归祭司为产业 如果人把买来的田地 不是自己承受为业的田地 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祭司就要按照你的估价 给他计算 直到洗年为止 价值多少 他必须当天付给你 固定的价银 表示把那地献给耶和华为圣 到了洗年 那地要归还卖主 就是归还那承受那地为业的圆主 你的一切估价 都要照着圣所衡量银子的标准 唯独牲畜的头一胎 无论是牛或是羊 既然头一胎是属于耶和华的 人就不能再把它分别为圣 因为这本是耶和华的 但如果是不洁净的牲畜 它就要按照你的估价 加上五分之一把它赎回 如果不赎回 就要按照你的估价卖掉 一切永属耶和华的圣物 就是人永献给耶和华的物 无论是人或是牲畜 或是他承受做产业的田地 都不可以变卖 也不可以赎回 一切永属之物 都是归耶和华为至圣的 如果有人永属牲畜 做永属耶和华的圣物 就不可赎回 必须把它杀死 地上的一切 无论是地上的种子 或是树上的果子 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 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 如果人一定要赎回这十分之一 除物价以外 还要加上五分之一 牛群和羊群的十分之一 就是一切从牧人帐下经过的 每地十支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人不可理会是好或是坏 也不可把它更换 如果一定要更换 本来的与更换的都要分别为圣 不能赎回 以上这些就是耶和华在西奈山 为以色列人吩咐摩西的律例 不可理会是好或是坏